大家好 我是黃天蘭師傅 之前我拍過一條影片 講關於辛丑連維疫情的關係 但由於拍的效果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再另外拍一條影片 專門講這個疫情 究竟我們怎樣去用這個術數的方法 去預測這個疫情 或者推斷這個疫情的發展 還有它大約是幾時會完結呢 首先我們要看回03年的時候 03年大家都知道這個是SARS發生的一年 這一年是季味年 季就是上面這個就是天江 季下面這個就是地枝 季就是五行熟水 季水是什麼呢 季水是十天江裡面 最後一個天江 也是最陰暗的 季水是朝露之水 當太陽一出來的時候 連水就沒有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季味年 這個季水是怎樣走的 那一月的時候是季醜 二月是甲日 那一直這樣走下去 那去到六月的時候呢 去到見到就是季五月 那這個季呢 其實就和季有一個合像 那什麼叫合像呢 合像就是基盤 就是綁住它 即是季水呢 那個季五月六月的時候 就被綁住的 那綁住就不表示它消失 已經死了 那就是它是暫時被綁住的 那去到七月的時候呢 就幾尾月 那這個幾土呢 就在一個櫻桃 這個季水呢 就在一個櫻水 那就櫻桃呢 就嚇到了那個季水 那所以呢 我們在2003年7月的時候呢 在6、7月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沙士呢 它已經是消失了 那這個就是在2003年出現的情況 那我們看回就 就是去年發生的這個 疫情的那個演變 那去年呢 就是庚子年 庚子年 這個紫水呢 這個紫是屬水 那這個紫水呢 也都是 就藏了一個單櫃水 我們說紫藏單櫃水 其實紫水就等於天罡的櫃水 那就是因為紫藏單櫃水 那但是這個紫水 它在地支 和在2003年的時候 這個櫃水在天罡有什麼分別呢 那我們說天罡呢 其實是明顯易見的 地支呢 是隱藏性的 那所以我們在2003年 看到那個沙士的情況呢 就是比較明顯的 大家都知道 這個人呢 就感染了沙士的病毒了 那但是去到庚子年 就是去年的時候呢 這個紫水這個貴水呢 其實是隱藏性的 那有些人呢 就染了這個病之後呢 它不會發病的 那它就是大菌者 所以這個情況呢 就有些 是和我們那個天罡 和地支的那個聖質呢 有些配合了 那我們再看回這個根子年 根子年的時候呢 你看到就是去年的時候呢 你看到這個 四月的時候呢 就是根神月 根就是一個根根 神就是一個水庫 所以這個月呢 它的水是相當大的 去到七月的時候呢 這個季床單季水呢 其實是出了天缸 出了天缸 去到十二月的時候呢 這個紫水呢 就回來了 那所以你留意 這個四月 和這個七月 和這個十二月 在去年的時候呢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那我們看看那個實際的情況 那這個圖呢 其實在Google拿下來的 這個就是香港 在過去那一年 到現在 它一共那個 實際感染那個 個案的情況 你看到 你看到 這裡有三個高峰 第一個高峰呢 其實就是在四月的時候 就是四月的時候 第二個高峰呢 就是在七月的時候 在七月的時候 第二個高峰 在八月的時候 這三個高峰呢 就十二月到現在 還會慢慢地下去 那你看到去年的四月 七月 還有十二月 是一個高峰來的 那我們看回我們的 PowerPoint 那我們就看到去年 根子月呢 這個四月 根神月 這個水空大的月 這個根金又生旺 這個是神水 神土 這個土呢 是一個水庫 我們說這個七月的時候呢 這個季呢 就出了天綱 十二月的時候呢 這個紫呢 就回來了 所以你看到根子年的時候呢 這個三月是特別厲害的 那個疫情 那我們看完去年之後 你根本去年 今年 那怎麼辦呢 今年 現在才去到二月 那這個紫水呢 其實這個紫水 這個季水 即這個季水 是怎麼走的呢 它是否走到這裏 就會停的呢 其實不是的 其實這個紫水 就會繼續走下去 直到它被黑走 那它怎麼被黑走呢 它就去到微 這些土 這些土的月 這個微的月 微是一個櫻桃 那這個櫻桃呢 那這個櫻桃呢 其實就會黑了紫水去 那還有這個月呢 就會黑了這個根金去 那所以正常情況呢 在月未年呢 這個貴水呢 就應該是消失的了 那但是會不會呢 大家 因為我之前都講過了 新丑年呢 是一個屬金的年 一個金比較重的年 是吧 因為醜是金庫 新业都是新金 是金來的 那這個金 所以金水相當黃 那還有這個醜呢 它就藏了一個幾季生的 那它就藏了一個季葉 季水在裡面 那所以這個紫水 會不會在未月 在未這個月呢 就會停呢 那是很看情況的 那所以呢 如果不停的話呢 那就是一直這樣走下去 可能走到這個醜月 就是去到2022年的 新醜月 一月 或者走到這個 這個丁薇月 就是2020年的 這個七月 是吧 那所以樂觀來看呢 我們說呢 這個疫情呢 在今年呢 就會告一段落下 那這個社會就會這麼正常 如果不行的話呢 它一直可能走到明年的一月 甚至到明年的七月 它才會正式停的 那但是怎樣我們知道這個情況 它是會停呢 那我們要看實際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們看回剛才那些圖 那這個就是香港 我們可以看全球的 看全球的疫情的發展 那這個就是全球的那個案例 就是每一天那個 那個 確診的人數 那我們說 由三月那時候呢 大約幾千宗 到過萬宗 一路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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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上一月呢 就看到頂了 看到頂 這個這個 平均都要七八十萬 一確診的人數 每一天 就要最高峰了過百萬的 那你看到它現在好像 走下波了 是不是現在似乎走下波 那它由三月爬到上去一月 就爬了十個月 那其實它下來 又可能會用回十個月的時間 那就是換句話來說呢 在今年年底呢 其實這個全球的疫情呢 基本上是會受控的 受控的意思呢 其實它每一個月呢 都亦然是會有 每一日呢 每一日呢 都可能有過萬宗的個案 那那我們也都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 以接種疫苗的劑量 就是現在全球人呢 全球人口呢 有多少劑量接種了呢 那我們看今天的數據呢 已經去到一億七千萬劑了 今天已經是有一億七千萬劑 那些人呢 就是劑量呢 就接種了 有些人接種了一劑 有些人接種了兩劑 那所以我們猜呢 就是全球都有 過億人口 已經接種了兩劑的疫苗 那有些接種這個西方疫苗 有些接種這個中國疫苗 有些接種這個俄羅斯疫苗 那你看到這個死亡個案 這個全球死亡個案 其實它是走下波的 那就應該大家就不需要太過擔心了 疫情怎麼都會過的 那我們看看我們那個powerpoint 那剛才我們就是演繹了那個 就是我們說用跪水 用這個天干地支 用這個五行 就去看看究竟那個疫情怎麼發展 我們也都推斷了以前發生的事情 還有呢 會推斷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 那我們剛才看過這個圖 是不是這些全球的案例 其實是向下波的 走下波的了 這個就是全球接種的那個劑量 這個也是死亡人數 也是走下波的 那這個就是香港的那個案例 這個就是香港的那個案例 這個就是香港的那個案例 4月、7月 就是確診人數 4月、7月 還有12月那個 會有三個高峰 那其實中間相隔呢 大概都有三、四個月的時間 三、四個月的時間 那所以今次呢 這個疫情呢 其實就未完的話呢 它就繼續 大約是去到 大約是三、四個月之後 我們看回這個圖 其實去到這個 這個新丑年呢 其實五月有個季節 這個季就回來 所以五月有非大非回 再爆發一次 那可能是到十五月 再爆發一次 那所以我們說呢 這個疫情呢 究竟是怎樣會受控呢 其實就好看那個疫苗呢 就是什麼時候來香港的 那我們說呢 這個疫苗呢 其實什麼時候來香港呢 其實很重要 或者這個世界那個疫情 是什麼時候會受控制呢 其實好看這個疫苗的產量 好看這個疫苗的產量 這個就是Mondana 美國的Mondana 這個就是BioNTech 還有福星和輝瑞 那三者的關係是什麼呢 其實BioNTech 是一個德國公司 一個德國的公司 那它是一對伊朗裔的夫婦創辦的 那在去年年初 就是在 去年這個武漢爆發這個疫情的時候 呢 福星就已經找了這個BioNTech公司 就建議他們呢 就研究這個 MRNA這個疫苗和生產的 那當時就給了幾千萬 幾千萬 就買了幾千萬 就買了兩千萬劑疫苗 後來呢 就入估了這個BioNTech 入估了大約7% 那這個BioNTech呢 就將這個全球那個銷售呢 就交了給輝瑞族 但是中國區呢 就交了給福星族 所以我們現在在香港 拿這些福星的那個疫苗呢 其實是來自德國的 那跟著這裏呢 就是牛津大學的 這個俄羅斯的 俄羅斯很少量的 這個科興的 這個就是國藥的 那我們主要是看它的那個產能 這個呢 就是他們自己說出來 說它今年可以生產了多少 這個Mandana 就大約是生產5億到10億 就是10億劑 這個BioNTech呢 就生產20億劑 這個牛津大學 牛津疫苗呢 就10億劑 這個俄羅斯很少的 1,500萬劑 科興呢 大約3到6億劑 那這個國藥呢 大約10億劑 那你其實加起來呢 就12、13、14、46、56 就是它報出來呢 全球生產呢 就5到6億劑而已 那但是現在你全球人口 都77億人啊 那你56億劑 那你就還要隨意 就是只有28億人都是中 那其實所以全球呢 大約今年呢 就估計都是只有三分之一人 左右呢 有機會中這個疫苗的 那現在我們香港 面對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那個BioNTech 這個疫苗呢 是德國的 那現在這個歐盟呢 就出了一個法例呢 就禁止這個疫苗出口 就不讓這些疫苗出口 就不讓他們審批 那根據政府的說法呢 就在這個月底呢 或者下個月中 下個月初呢 就會有兩百萬劑的疫苗來香港的 這個一百萬呢 就是一百萬劑來自BioNTech 就是德國疫苗 一百萬劑來自這個科興疫苗 那這兩百萬劑呢 因為一人中兩劑呢 就只是給一百萬人去接種的 那現在香港七十歲以上的人偶 都佔了一百二十萬的 那如果他們的安執 即根據政府的說法呢 就第一就給醫護人員 給這個紀律部隊呢 又給院舍的人接種 所以其實你七八十歲呢 你留在院舍裡面呢 其實都未必能夠在第一批那裡接種 那第二批就什麼時候來呢 那第二批的數量呢 第一批就一百萬劑 因為政府說呢 就說和這個科興就買了七百五十萬劑 和BioNTech就買了七百五十萬劑 那就是第二批呢 第二批呢 就大約是六百五十萬劑 那估批科興出貨就沒什麼問題的 可能是五六月就來第二批了 那但是這個BioNTech這個疫苗呢 能不能夠在年中來到香港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為什麼呢 歐盟就不讓你出口呢 那你要買就出口了 那歐盟什麼時候會讓你出口呢 就很簡單的 其實就等歐盟的國家 大部分的人都中了 就讓你出口了 所以就有可能就走到去 等到這個年底 或者甚至秋季 那究竟我們是不是 所以政府也都說呢 就跟這個牛津大學那裏 就訂了批貨 那但是牛津大學這批貨呢 能不能夠來香港呢 就成為了問題 那所以呢 所以政府呢 其實應該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呢 譬如最近呢 這個美國的Johnson Johnson 或者是一個 Noirwell 這些公司呢 也都出了一些新的疫苗 這些疫苗呢 也都等著這個美國FDA那裏審批 那如果審批成功的話呢 如果政府可以向我們購買呢 向我們購買 使用疫苗來香港呢 那香港人能夠有百分之七十的人 打了這個疫苗 如果能夠在七月之前打完的話呢 那基本上呢 就大約是七月之後 七月之後呢 就跟香港人能夠回復正常呢 就能夠開回一個關口的了 那 那今天呢 就是講這個疫苗 那個那個 那個疫情呢 那個分析呢 就大約到這裡了 那這個就是我的網站呢 就是master網站.com 有興趣呢 就可以上去看看 那如果你想收到那個 那個日後那個的視頻呢 因為我都會分享一些 一些的個案 一些風水個案 八字個案 如果你有興趣收的話呢 你可以按這個訂閱 這個小鐘 喜歡這個視頻 喜歡這個視頻 也可以按這個like 或者share朋友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 會 還有觀眾 zialism 什麼 想ata опрос 飛 我們